站得好吗 就这么个男人就让你这样了啊 有劲嘛 钱多嘛 说去英国读书就可以去 一般的家庭可以吗 咖啡厅里面碰上一男孩说的国语 喝咖啡的钱你挣得出来吗 那么世情惬意谁买单 父母买单吗 这小子也钱烧的吗 想赚钱吗 赚着赚着可能有点真感情了吗 但又自卑吗 于是离开吗 所以说金钱不能独立 人格就不能独立 而人格不能独立的人 是没有独立的审美的 更不可能独自承受感情的责任 其实她的问题看出来 她爸妈妈管得太紧了 让她在该去自我去学会 辨识的过程当中没有学会 所以她的一种持情 往往不是关于持情本身了 她是一种抓住一种 我生命中救命稻草的感觉 谢谢 你还想 你现在还幸福呀 你有爸爸妈妈疼爱你啊 对不对 你的天均 你的单纯 你的对感情的执着和专一 要留给一个爱你的男人 我也曾经像你这样崩溃过 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看同样的浪漫的小说长大的 所以我的脑子里我也是充满了什么一生一世啦 尖真不移呀 白头到老啊 但是时代不一样了 你现在要学习的是什么 你怎么去面对 怎么去跟人家相处 你爱的时候是怎么爱 而不是说你稀柔 刘子熙从小衣食无忧 喜欢看浪漫的爱情小说 在遭遇情感挫折后 难以自拔 在嘉宾和主持人长时间的鼓励和劝说下 刘子熙终于恢复了平静的心情 还需要多少杂乱清澈的水 才可以 能过程